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有俗 有您知道的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如您未满18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那上回书咱们说到呢 这西门庆是吧 跑到剧院当中 是为了躲避这吴月娘 逛窑子去了 然后这一时尿急呢 就去小姐去了 这个时候戴安赶了过来 准备接这位爷回家 那话说戴安就向这西门庆 汇报了一件事 说这个二娘李平儿 是吧 嘱咐这个冯妈妈过来 给这吴月娘送礼 而且呢 还缝了一双鞋 是吧 这个西门庆听到这之后呢 说啊 这可能看来 那是吧 还行 表现还不错 然后就突然发现 戴安的脸上呢 这个像喝过一些酒一样 是吧 有这个满脸的酒气 而且觉着呢 这最终 还有一定这个酒气的味道 就问这戴安 说你小厮跑哪去喝酒去了呢 戴安说是这样 是吧 我这个出门的时候呢 结果不小心 就这个被二娘给捉住了 这二娘告诉我呢 说无论如何 你来到府上来一下 请我喝了两杯酒 然后呢 他苦苦的就哀求我 说自己啊 这个之前 很多事做的不对了 怎么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了 然后就让我一定 帮忙转达一个信息 是什么呢 就是说求求爷 您能不能再次 把他娶回家中 这西门庆听到这儿啊 心情就非常的不爽 现在话 你当时为了等我 一时等不起 是吧 嫁给蒋竹山这个矮王吧 这个实在是搞得心情不爽 但是西门庆呢 后来思前想去的 寻思寻思 是吧 还是决定 把李平儿娶回家 究竟为什么呢 这个事啊 前面不止一次的 和大家讲过了 就是因为李平儿 是吧 能补足 对于西门庆来说 这个啊 众多喜分当中的 一项空白 是吧 什么空白啊 就是这个 这种情趣用品 玩得好 对吧 你想啊 这个在一直在讲说 这花公公当年和这李平儿 一直就是在玩各种各样的情趣用品吧 虽然说这花公公 能力不行 你作为一个老太监 你没有能力 但是啊 那你可玩的非常心潮 而且呢 这李平儿自然学的就多 懂的就多 所以他在服侍西门庆的时候 这搞得西门庆就心愿一马 还非常的开心 所以说对于他 即便就只是啊 是吧 床上那点事的时候 这种引诱和诱惑 也是让西门庆对他 久久不能忘怀的 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说西门庆 说了两句粗话 是吧 这个淫妇啊 既然他要想过来 那就挑个日子 让他嫁过来 算了 这戴安听到这啊 简直如同得到了圣旨一般 是吧 这个说那既然这样 爷您现在回不回家 啊 这西门庆说不回不回 我在这个集园里是吧 这玩的正好正嗨呢 你先去告诉他吧 这于是戴安呢 得到这个好信 连忙就回禀了这个李平儿 那李平儿听到这样 也是感激的 替了横流 是吧 亲手给这个戴安 炒了两个小菜吃吃 是吧 然后剩下的呢 自然给银钱啊 这些事 那也不需多说 这李平儿多会来事吗 就搞得戴安也非常的爽 话说这一日 就来到了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嘛 择了个良辰吉日 然后这李平儿 就下嫁给了西门庆 也谈不上下嫁 是吧 你都已经这个状况了 人家毕竟西门庆 是吧 这歌红苗正啊 情况还不错 于是这八月二十这天呢 坐着花轿 是吧 抬着礼物 等等这些 就来到了西门庆的门外 那话说 岳娘呢 对于这西门庆 是吧 这也非常不爽 所以说呢 就摆着 这李平儿 在门外的轿上 候着 也不出门去迎接 你想啊 他不去 剩下的人呢 也没有实力 或者说也没有资质 去 那你如果说家里边的大媳妇都不认可 你剩下的这些小妾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对吧 那西门庆呢 自己在新修的这花园当中啊 就在那休息 也不出门迎接 这这个时候 梦雨楼啊 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呢 就找这个岳娘 说岳娘啊 是吧 这大娘 这事呢 是这样 咱家这位活跌啊 这西门庆 是吧 无论如何 这个李平儿 是他同意要娶回来的 现在在门外亮着呢 不论是他什么原因 是吧 这个最后追究责任 你作为家里边的这个媳妇 你都是难逃甘泽的 那话说 这活跌这脾气如此之暴 你真的就想得罪他吗 我觉着 莫不如你现在就去接这李平儿好了 这吴月娘思前想后啊 想来想去 总算也想 这跟正常人呢 我惹一惹也就算了 跟西门庆这种精神有点 还略微有点神经质吧 我还是不惹乎他了 毕竟西门庆还是一个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 虽然到目前为止 和这吴月娘一直是玩冷战 但是实际上 真的打吴月娘 一旦抬起了手 是吧 下次也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说吴月娘对于这点呢 其实他心里边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说面对这种紧要关头的时候 选择很重要 于是吴月娘就做了自己一个 还无怨无悔的选择 是吧 赶紧出门来迎接这个李平儿 那话说把李平儿接到家中呢 这西门庆当然这脾气还没消 虽然说我同意娶你这个淫妇回家 但是我没准备 是吧 这个和你员房 那于是第二天 这西门庆才算是带着李平儿 让这吴月娘陪着 从这个一房 是吧 这大房一直拜到潘金莲那五房 拜完了之后 是吧 那这个彼此见了李 这李平儿也算有了正式的一个称谓 是吧 家中的老六 这个六娘 是吧 大家都知道这潘金莲啊 在西门庆家中是被叫做五娘 这李平儿呢 就被叫做了六娘 那西门庆你说这事干的吧 其实也挺绝的 新娶回家一小媳妇 虽然说他俩的这个 这个夫妻生活啊 早都不是这个小媳妇的状况了 但是你毕竟是明媒正取嘛 这个头一次给人娶到家中 于是连料三天 那你说连料三天原因是啥呢 还是因为西门庆啊 想法也比较多 咱可以说 一 他比较讨厌蒋竹山 他认为蒋竹山啊 就是一怂货 是吧 酒囊饭袋 你李平儿嫁给谁都可以 你嫁给他 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羞辱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李平儿对我不行 虽然当时呢 你送来了这个首饰啊 当的这些准备结婚 我当时确实是家里有情况嘛 我也不方便还来办这些事 所以说你李平儿做的也不对 于是西门庆呢 就准备在这个肉体上和精神上 双重对于李平儿进行一次惩罚 对吧 那话说 这李平儿挺到第三天头上的时候呢 也实在觉得自己 像是有一些挂不住了 对吧 你说嫁到人的家里 然后自己呢 又带着那么多金银细软啊 名贵珠宝啊 来到他家 对吧 换句话说 我这倒插门都谈不上 我为你家里边添置了家当 是吧 我让你的家庭变得更加的淫实 包括啊 之前画的虚的这套房子 他现在不修画院了吗 那所以说 这么搞下去 搞得这李平儿呢 就觉得生无可恋了 对吧 你想啊 本来自己应该在这家里边 最牛逼的 因为自己钱多嘛 虽然自己是最小的一个媳妇 但是自己是活好 钱多 还有优点 全都是他的 但是现在反过 换过来说 这西门庆连入三天门都不搭理他 这个搞得李平儿 你就多么的上火 是吧 你舍身处地的想一想 我们也可以想得明白 于是这李平儿就决定自己穿上个大红袍子 上吊自杀 那话说 这李平儿是不是看过古代的一些什么禁书啊 我相信 肯定是有一些这个 你现代人都知道吗 鬼片你看多了 知道这个女人如果说穿着红衣服 自杀死了 那自然是把这个之后啊 这个投期过后就变厉鬼嘛 那这李平儿不知道为什么非选择穿个大红衣服 是吧 不过这个也可以理解哈 讲到这我突然想明白了 因为他是作为新媳妇死的嘛 所以说即便没看过鬼片 他穿着红袍子 也是对西门庆的一种震慑 那话说 你想啊 这个虽然房间很大 但是他隔壁房还住着自己的俩下人吧 自己的两个丫鬟 一个迎春 一个秀春 那话说这迎春秀春啊 听到屋里这动静有点不对劲 于是赶紧连忙闯进了屋 闯进屋之后 是吧 那看到这个自己主子在那上吊啊 已经不行了 是吧 已经昏了过去 赶紧就解下了绳子 是吧 这个什么 骂子前胸啊 锤打后背啊 赶紧处理 另一个呢 因为他在这新花园 咱说过 这新花园呢 离着这潘金莲 这潘五娘 是吧 这个房子是最近的 所以说就喊这个秀春啊 赶紧说你去通知这五娘 于是潘金莲听说 啊是吧 这李平儿老妹妹啊 这个已经选择了自杀 那我赶紧得过来看看呀 于是看到李平儿之后 他也赶紧加入了这个急救大军的队伍 那最后终于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这口中憋住的这一口恶气啊 总算是是吧 顺这个口中啊 这个排出排了出来 这搞得李平儿呢 就苏醒了过来 那话说这个时候 嗯 整举家上下都知道了李平儿自杀的消息 西门庆听到这啊 非常的不爽 虽然跟着大家一起过去了 那也跟大家表了个态度 说这个事呢 他不就想上吊吗 非想死在我家吗 他今天也不用死 明天老子亲自去看看 怎么死的 怎么上吊的 我就要让他当着我的面去上吊 否则 啊是吧 我抽死他 你想啊 这西门庆是说的出来 做的出来 是吧 之前的孙雪娥 一顿是拳脚相加啊 皮鞭子沾凉水啊 这种事 在他身上啊 都是可能发生的 那话说 果然来到了第二天 这西门庆啊 就走到了他的房间 是吧 第四天了 那这个 头三天已经过了 第四天来到了 李平儿的房中 看到这李平儿呢 啊 这个 侧倒着身子 头冲李 是吧 在那正哭哭啼啼的 搞得西门庆心情就非常不爽 一呢 是在外边已经扬言了 他说这个事 我要看着你自杀 是吧 看着你上吊 另一方面呢 你不自杀 那我抽你是吧 第二点呢 说这一来就看到 哭哭啼啼的 心情肯定非常不爽 于是呢 就把这迎春和秀春 赶到了其他的空房里去 只留下了李平儿和西门庆两个人 那这西门庆走了过来 是吧 耗出来一把椅子 于是就坐在椅子上 大喊 说你个淫妇啊 你既然亏心 那你想死是吧 你死就死呗 你为什么非跑我家死呢 你是不是觉得对不起我了 然后你说你跟谁过不好 是吧 你非跟那个爱亡不过 你说 然后掉头来 你又跑到我这来 你又非要加给我 你说你玩的这是哪一出呢 那你既然想死 你现在赶紧给我上吊 我今天就看着你吊死 于是呢 从这手里 把撇出一条绳子 就撇到了李平儿面前 这李平儿听到这呢 哎呀 想想是吧 也觉着 说蒋竹山当时就说了 说这西门庆 是打老婆的班头 降妇女的这个领袖啊 所以说对女人呢 非常有一套 那真是说打即骂呀 想怎么办都行 看来自己今天倒霉了 搞得这西门庆呢 还发活的 自己呢 又跳到了这火坑当中 那话说这西门庆啊 就越想越来气 是吧 你想这李平儿 咱也可想而知 躺在床上 是吧 这个肯定是现在 更加的娓娓缩缩 也不敢搭理西门庆 搞得这西门庆 就越来越不爽 于是就又玩起了 盘金莲那套 是吧 搞得他 你赶紧给我下床来 跪着 把衣服 全给我脱了 脱的流干净 这富人呢 这个李平儿 是吧 这个腾腾脱脱的 就不准备脱 因为觉得 你想啊 衣服被人扒进了之后 做人嘛 总要有一种羞耻感 是吧 这个从亚当夏娃的时代 我们过度来之后 就是因为 人类知道了羞耻 所以说你西门庆 让他扒光了衣服 准备收拾他 言外之意 是啊 就是想羞辱你 让你知道 在这个家 谁牛逼 谁厉害 对吧 那这富人呢 拖着 这李平儿 拖着 死活 就是不拖 这西门庆 一看 是吧 你还不听老子摆弄 于是上前去 拖住李平儿 从床上 就一直把他拖到了地下 啪啪 挤鞭子 抽在身上 是吧 抽的就是皮开肉绽啊 这搞得 这个李平儿 实在没办法 战战兢兢的 只好 跪在了地上 而且呢 把衣服 也全都 拖了下去 你想啊 又一个吃神裸体的 哎 跪在了西门庆面前 上一个谁啊 潘金莲嘛 好 这西门庆 就看着这李平儿说 你说你这个事 这 怎么就不能忍一忍 我都告诉你了 我家里边 摊上事了 我呢 不是说不娶你 娶你是一定娶的 只不过 你再等些时日就行 那你等不起呢 你下架 是吧 这个事咱退一步说 你下架给别人 我也就这 你说你找谁不好 非找这个蒋太义 这人呢 我自始至终 我就看不上去 而且呢 你还把他收了个倒插门 收倒插门 我也觉得不过分 对吧 更可恨的是 你干了一件 让我非常伤火的事 什么事啊 这个咱一直没说 是吧 同行是原家嘛 你说李平儿 你做什么不好 你非支持他 开了一药铺 咱说了西门庆走在台面上最正规的这个白道的生意是啥 就是开药材铺吗 你李平儿和西门庆这不就相当于对着干吗 人家开一个 你也开一个 你这搞得西门庆心里能爽就怪了 那于是西门庆啊 就继续跟这个啊 责罚这个李平儿 这李平儿就说啊 说这个 奴家也说一句 是吧 我后悔 我说一千到一万 我都后悔的肠子都悔清了 是吧 就因为你这一去不复返啊 我现在对你是朝思暮想 天天想 日日想 那当时呢 就是因为经常想你 而且呢 我这边这个 呃 他住的这个院子嘛 是吧 狮子口街 是吧 这个 是原来是谁啊 是这个 乔黄钦 是吧 这个黄钦家 那个这个花园 他这个花园呢 里边有狐狸 这狐狸呢 就晚上变作这鬼魅 变作你的形象 是吧 来吸取我的这个精髓 是吧 把我的这个 啊 精化都搞干净了 整得我那人呢 生不能生 死不能死 后来呢 没办法 是吧 这冯妈 让我找了这个蒋太医 过来给我治这个病 果然呢 把这个射魂的这个问题 就给治好了 那我呢 结果 这个事 也错了 是吧 最后就没办法 那你说最后 他治了我这个病 那我觉得 他当时还行 于是呢 我就只好 尾身下架给他 谁知道 那这个人 那中看不中用吗 是吧 这也表现了 就告诉西文庆 说他肯定是不行 是吧 西文庆听到这儿啊 还来气 说这个 我听说啊 你还告诉他写状子 说把之前 你放到我这儿的东西 还要全让他收回去 有没有这回事啊 这李平人说 说这个事啊 确实没有 这个事根本就不存在 我根本也就没让他 写过这种事 西文庆说 就算有呢 其实我也不怕 是吧 你说你没有 我也信你 你说你有钱 是吧 你又这个换了个男人啊 你就手里边 这个怎么地 怎么地啊 其实都无所谓 是吧 我告诉你 今天他挨打 或者说他 这个让人讹去三两言的 这个事啊 就是我略施小记 办到的 这李平儿 哎呀 这句话答的就是 非常的艺术 是吧 而且作为一个 呃 有心要嫁给西门庆 所以说这句话的回答 就非常的微妙 他说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 我知道是你使的法 是吧 你使的办法 才导致这个事情 但是问题是啊 这个你可怜可怜奴家 是吧 哎 这个我知道这个事 那所以呢 你确实很强大 我也没有办法 我呢 对你本身 我也是朝思暮想的 这西门庆听到这句 其实气就已经消下来了 那总结 为什么气能消下来了呢 咱说一个字 是吧 顺 你想啊 西门庆 那前面几点 几方面 说告诉你 这个东西 人是我打的 是吧 这个骗局呢 是我处理的 这个包括这个官司 你这个 你就是想让 这个蒋竹山来告我 我也不怕你 因为官府里呢 咱说了算 是吧 我说了算 所以说 外乎就是表现这个 这个男性的强势 是吧 西门庆表露自己 说我多厉害 我多强 那李平儿聪明在哪 就是说 我完全顺着你 是吧 你说什么是什么 你说你厉害 啊对 你厉害 你强 对 你强 所以说别人总顺着你说的时候 你想和他发火 其实你也发不下去嘛 于是西门庆呢 这个脾气就渐渐的消了 而且这说话呢 语气也稍微就缓和了 那于是问着李平儿 说你这样 你说一说 呃 我和这蒋太医比 究竟谁强 这李平儿听到这儿啊 哎 还挺生气的是吧 装作一分前应 说你怎么能 如此 自贬自己 对吧 你拿 你跟他比什么 是吧 你是天 他就是块砖 你是33重天 他是99重地 所以说你俩 压根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就当时啊 咱别说他了 是吧 这个农堂包水一般 就算花子虚当时在的时候 跟你也是没有任何可以对比的 那如果说你俩要能对比 那我也不至于想你想的 这个魂牵梦绕啊 让这狐狸得了便宜 这句话说啊 这搞的西门庆心情就大爽 那究竟西门庆原没原谅我们的李平儿呢 咱们下次再说 谢谢大家